啊喂哈喽哈喽大家好啊 哎我们这次的影片呢 是要接续上一部影片未完成的事情 ok上一则影片呢 我们已经那个 这示范了怎么用人脑做这个线性呢 不是用人脑的做这个非线性模型的转成线性的 线性之后的这个回归分析的计算 ok做回做回归拟合的计算 ok 那这个我们得到一个数学模型之后呢 得到一个数学模型之后呢 我们通常会去算它的R平方值 就是说呢这个我们得到这个数学模型 它对这个里约南的数据的拟合的程度是多少 我们通常去算R平方值 好那我们上一支影片已经求到这个数学模型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看 这一个数学模型的R平方值是多少 ok 那这个R平方值呢 这我们跟各位讲一下 R平方值各位还记得吗 就是1减掉大1除以S 那这个大1呢 其实就是Sum of Square Errors Sum of Square Errors 那其实S呢 就是它那个Y 这个数据的那个Y值 就是原始数据 就是你实验得到的数据的Y值 Y的数据 然后减掉Y的平均 那S呢 在之前有提过了 S就是你原始Data的散开的程度 那这个E呢 就是你的数据模型呢 数据模型预测的值 跟你实验的值呢 所得的误差的平方核 ok就是E跟S ok 那这个我们 如果你是之前是这个线性模型的话 那可能还 这个可能这两个设置是没有问题的 ok就直接用就好 但是呢 我们现在得到的是一个模型 并不是 并不是完全的线性 只是说它长得像线性而已 ok 那其实原始还是一个非线性模型 ok 我们现在得到的模型 模型是这样子 那在这个状况下的话 用这两个式子的话 要稍微小心一点 ok 首先呢 第一个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S是怎么算 这个之前在做这个线性 完全是线性数据 线性模型的话 S呢 就是Yi就是数据的Y值 每一个数据的Y值扣掉Y的数据 Y的平均值 OK OK 但是呢 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Y呢 不是单纯的Y 我们现在Y呢 其实是根号Y 我们现在Y其实是根号Y OK 所以呢 它并不是直接Yi 减掉Y的平均值 它其实你要 这个S呢 其实你现在我们会变成是 我们现在这个S呢 最后其实会变成是这个东西 就是你要去算根号Yi 减掉根号Y的平均值 OK 对 你变成你现在 你现在要做的是这件事情 OK 所以你要先把这个根号Y的平均值算出来 那根号Y的平均值 其实我们 其实根号Y 我们之前已经都 我们其实已经都列出来了 根号Y其实是这个 我们之前有说 这边这边 根号Y其实就是这个 有没有看到 全部都是根号Y OK 这根号Y 数值都在这边 OK 根号Y的数值都在这里 OK 所以根号Y 其实我们在上一个计算过程中 这根号Y其实早就都写出来了 OK 那所以说 你要去算这根号Y的平均值 所以就是3.22 2.41 1.82 1.55 跟1.41的平均值 OK 这就是根号Y的平均值 OK 在这边看到没有 OK 所以呢 那我们就直接算一下吧 OK 所以 所以 那我们看一下 那所以呢 其实你这个根号Y 呃 根号Y的平均值 其实 就是 啊 折住了 嗯 OK 好 那你根号Y是 所以我们这边其实是 根号Y的平均值 其实是 根号10.4 加根号5.8 加根号3.3 加根号2.4 加根号2 然后呢 它总共数据点就是5个嘛 所以就除以5就好了 平均值应该知道怎么算 嗯 嗯 难说 OK 好 好 那这个是根号Y的平均值 OK 好 那这根号Y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哎呀 我漏了一个平方 是漏了一个平方 啊 对啦 漏了一个平方 OK 好 好 那这样我们这个 S S是多少呢 我们的S其实就是 根号10.4 减2.08的平方 加上 根号5.8 减2.08的平方 加上 根号3.3 减2.08的平方 哎 然后加上 根号2.4 减2.08的平方 然后加上 根号2 减2.08的平方 OK 那这个真的就计算机 再拿去按一按 自己练习去按一按 那最后这个数值是 第一个是1.3 第二个是0.11 第三个是0.07 跟你讲 跟你讲数据吧 你可以对一下答案 好 1.30 嗯 0.11 嗯 0.07 1.07吗 嗯 感觉不像 OK 0.28 0.45 所以最后呢 是2.21 OK 这就是S啦 OK好 那我们最后呢剩下 这个1是什么 1呢就是呢 这我们原始数据的Y值呢 扣掉它那个 这个函数呢 不是这个数据模型的时候预测出了Y值 OK 那之前如果是线性模型的话 确实是就是Yi-F of x i就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是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是非线性模型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 我们这边呢 那其实这个1呢会变成是 就是根号Yi-F of x i的平方 嗯 现在应该会变成是这样 稍微写一下 嗯 那我们现在 回到是 根号Yi-F of x i的平方 嗯 没错 我们现在呢 1呢 其实会变成是这样子 我们的1呢 其实会变成是 会变成是 这个根号Yi-F of x i的平方 OK 要注意这一点喔 因为我们现在这边是根号Yi 没有OK就是这根号10.4 根号5.8 根号3.3 根号2 根号2 OK这些东西 那F of x i是多少呢 注意一下我们的模型喔 我们现在的模型其实是 我们现在的模型是 0.43加2 2乘以1除以根号X 所以我们的X i其实是 我们的 不是X i 我们的F of x i 其实是0.43 0.43 加上 2 乘以 根号 1 除以根号X i 所以呢 就像我们F of x i 其实是这个 要注意呦 要注意呦 OK好 那这样子的话 有些这些资讯 之后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啦 我们的根号Yi呢 之前有提过 根号10.4 根号5.8 根号3.3 根号2.4 还有一个是 根号2 然后F of x i是多少呢 这边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的 X i是几个点啊 忘记了 我们回头看一下 我们的F of x i是 我们的F of x i 我们的X i是谁 0.5 1 2 3 4 OK 所以是0.5 跟1 2 3 4 X i是0.5 1 2 3 4 OK 所以我们的X i 我稍微再写稍微 组结一下啦 人老的记忆力不好 X i是 0.5 1 2 3 4 这样呢 那F of x i呢 第一个就是F 对上来是F of 0.5吗 嗯 对 第一个是F of 0.5 所以第一个是0.4 加上2 1 0.5 第二个数学模型是0.4 加上2 1 更好1 这一个是0.4 加上2 1 除以更好2 这个是0.4 加上2 1 除以更好3 是0.4 加上2 1 除以更好4 OK 那这个其实都有数值啦 那这个数值呢 我就直接列出来给各位啦 那各位自己去算哦 所以这边3.26 所以2.41 2.43 1.84 1.58 1.43 那这个更好10.4 更好5.8 更好3.3 更好2.4 那就直接就相应的给它扣掉啦 那就会变成什么呢 这个 会变成3.22 -3.26的平方 2.41 -2.43的平方 这个是1.55 -1.58 -1.58的平方 然后这会变成1.3 诶 诶 我漏了一个 啊 也漏了一个 更好3.3 1.82-1.84的平方 1.55-1.58的平方 1.3的平方 哎呀,OK 再縮小一點 OK 好的 那所以最後呢 應該差不多啦 所以這一個呢 如果你按計算機的話呢 最後這一個是多少 就是我們最後把這1算出來 然後大1算出來 這個是1.6乘10的-10 其他都10的-10 這個是4 4-4-9-4 聽起來好像押韻 然後這是10的-4 然後呢 最後呢 你要把它加起來 最後是有summension 那你把這一坨加起來是多少呢 這個呢 也是可以按計算機的 這按出來最後是多少 3.7乘上10的-3 3.7乘上10的-3 那我們的s是2.21嘛 那我們的r平方是多少 r平方等於1-2 到... S除以1嗎? 還是E除以S 啊! 欸! 1分之1啦 不要忘記啦 1分之1 嗯... 1分之1對嗎? 有錯嗎? 1除以S 1除以S 沒有錯 那我們就是1減掉這個2.21分之3.7乘上10的分數 那你會發現啊 這個數字應該是很小 這應該是0.0037是不是 0.0037 對啊 所以這個東西應該是趨近於0 所以我們R平方值應該是大概是1啦 OK 那就是表示這個數學模型的貼合這個數據 貼合相當的好 OK 那我們上課會 示範這個程式啦 OK 那我們會把那圖秀出來 因為我們現在是用手算啦 我們現在完全是用手算 所以 不是寫程式沒辦法秀圖 OK 用手應該畫成 來畫出這個圖 用手畫出這個圖 這太厲害了 OK 那這個就是 這兩 這兩段影片就是跟各位講 這個非線性呢 轉成線性這個模型 這個算的R平方值呢 是完全可以用人腦呢 算出來的啊 OK 那整個過程是算是非常的久 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要寫程式了吧 你如果資料點一多 模型一複雜 全部用手算 哇那不是累死了嗎 所以才需要寫程式啊 OK 這需要寫程式啊 OK 但是呢 同時也跟你說 這些東西呢 其實全部用手算 其實是 都是能用手算的 OK 這就是因為有理論 理論有 有理論 你就可以寫程式 然後叫電腦幫你算 所以其實 它的原始 手都是可以算出來的 OK 用人腦都可以算出來 好 這影片到這邊啊 剩下的我們之後再聊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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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把這畫面切在這邊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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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